本章节,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给手机收银餐厅设置税率及税率组 我们打,我们在电脑上打开浏览器 输入手机收银APP后台复制的商家云地址打开 输入手机收银的账号密码 点击登录 点击云后台 我们找到税率组及税率设置 点击税率组 添加一个税率组 如税率组1 保存 点击税率设置 系统默认了一个首选税率7%,我们添加一个税率 如税率10%,选择刚刚添加的税率组一,数值10%的比例保存 找到普通菜品和套餐 找到普通菜品和套餐 我们给菜品设置税率组 比如菜品 比如菜品辣子机,点击修改 税率组为空时,表示启用了首选税率7%,保存 菜品 菜品 如水煮鱼 我们点击修改 这里我们给它设置税率组1 包含了一个10%的税率保存 比如红烧鱼 比如红烧鱼 我们点击修改 给它设置一个NUN GST的税率组 表明这是这个菜品不收取税率 点击保存 设置完成 我们点击发布 发布 云后台给菜品设置税率组完成 接下来我们打开手机收银APP 提示数据有更新 点击更新 点击线下收银 我们给刚刚在云后台设置税率组的菜品下单 比如辣子机 刚刚设置的是首选税率7% 可以看到辣子机收取的税率7%是1.18% 挂单 我们再选择水煮鱼下单 刚刚在后台设置的税率是10%的税率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水煮鱼这个菜品的税率是收取了10% 再点击下单 红烧鱼 我们设置的税率组是不收取税率 可以看到税率为0 关于如何设置手机收银餐厅的税率及税率组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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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